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这几个月不少手机用户对iPhone15的猜测和对A17晶片的期待,让A17使用的台积电的三奈米制程也被推了风口浪尖。 不过,对于台积电三奈米工艺,市场上却有不同的声音,随着英特尔和苹果使用三奈米工艺的晶片上市,三奈米工艺即将进入普及。 但也有诸如韩国媒体质流认为,由于台积电三奈米的良率并不是很理想,苹果基于三奈米的A17处理器,无法达到最激进的效能目标设定,不得不缩水。 苹果还拒绝了台积电的涨价要求,三奈米工艺或成为台积电制程的滑铁炉等奇怪的说法。 为什么半导体业界会对台积电三奈米工艺,未来看法大相径庭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与五奈米技术升级四奈米技术只是工艺上的调整和改进不同,三奈米技术是一个全新和完整的工艺节点。 也就是说,其各道工序基本上都要大幅修改,甚至晶片设计的EDA软体也需要做出改进。 这意味着不仅是台积电拥有较高的工艺成本,甚至连晶片设计厂都有需要改变。 这样,不仅可能造成产品的粮品率减低,晶片设计也面临着难于发挥三奈米工艺的优势,设计后需要多次流片等一系列的问题,从而导致晶片设计生产周期延长,粮品率存在漫长踏破期。 实际上,在2022年6月,三星就宣布其三奈米工艺投入量产,而台积电也在8月宣布三奈米小规模量产。 但时间过去了近一年,至少在主流产品上,人们并没有看到使用三奈米工艺的晶片,甚至连三奈米工艺的讯息也在近期才偶尤所见,这其中固然有保密的原因,但开发进程低于预期或也是重要因素。 当然,众所周知的是,先进工艺的成本本来就相当高,而全新节点的三奈米工艺需要建设全新的生产线,其成本必然要弹入代工的晶片中。 而乌漏偏风连夜雨,在三奈米工艺推动的过程中,晶片市场已经由前些年的全面晶片短缺转为现在的大部分晶片过剩,这对于新工艺的打击是巨大的。 一方面,台积电在建厂时,各国政府因晶片紧缺而承诺的各项补贴,或延迟之外甚至增加更多附加条件,从而间接导致台积电在三奈米上的投入进一步增加。 而另一方面则是终端产品因降价,晶片厂家也无法提高晶片出货价格,从而导致无法使用最新的三奈米工艺。 如今年即将推出的骁龙8 Gen3,之前一直有传闻称将使用台积电三奈米工艺,但从现有情况来看,已基本确定其将继续使用台积电四奈米工艺,这或许有三奈米工艺产能不足,侧重于为苹果代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或是台积电在三奈米工艺上的高价。 据称,台积电的三奈米代工每片晶圆价格已经达到了2万美元,而一套三奈米的光照费用要上亿美元等级的费用。 使用三奈米工艺或让高通面临涨价耐不动,不涨价没钱赚得尴尬。 不过,当晶片产能出现过剩时,台积电最受伤的反而是其7奈米工艺。 据称,2023年第一季度,台积电的7奈米工艺产能利用率已不足七成,甚至可能更低。 毕竟,对工艺要求高的厂家会选择效能更好的5奈米系列工艺,而对效能要求不高的厂家则会选择更古老的工艺。 而处于中间的7奈米,工艺反倒显得无人问津了。 骁龙888,骁龙8阵1,骁龙8阵2,还有基本可以确定继续使用4奈米工艺的骁龙8阵3,同属5奈米家族系列工艺,这见证了四代旗舰的发展,堪称这些年来最长寿的先进工艺。 而3奈米工艺或存在诸多变数,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3奈米即便在手机SOC上也无法取得主流地位,也许在手机市场上,苹果还将继续独占台积电3奈米工艺一段时间。 在台积电3奈米在2022年第四季如期量产后,业界高度关注其核实放量生产。 市场原本预期,苹果将会在即将推出的新款MacBook Air上采用基于台积电3奈米代工的M3晶片。 然而,据台湾经济日报4月下旬报道,苹果原计划要在新款15英寸MacBook Air当中,首次导入以台积电3奈米生产的M3晶片计划发生变化,仍会沿用旧款M2系列晶片。 外界认为,此举意味苹果首度采用基于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新晶片的放量时间将延后。 就在台积电3奈米去年第四季度正式官宣如期量产,有报道称苹果新款MacBook Air、iPad Air Pro所搭载的晶片,或将全部采用台积电3奈米M3E工艺量产。 这些搭载新晶片的产品可能会分别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陆续推出。 据彭博社报道,根据市场流传的开发商记录显示,苹果最近开始测试一款MacBook Air,以确保与App Store第三方应用程式相容。 其规格暗示苹果即将发布的MacBook Air将内置效能与M2相当的晶片,而并非此前传闻的M3系列晶片。 因此,推测由台积电300米打造的M3系列晶片要延后推出。 现在,如果还是继续采用上一代的M2晶片的话,似乎意味着苹果在M3晶片的研发上遇到了一些困难,而这将导致台积电300米制程放量的延后。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苹果延后基于M3晶片的Mac产品,主要是由于目前PC市场的持续下滑。 根据IDC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全球个人电脑PC出货量同比大跌29%至5690万台,已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低于2019年初的水平。 其中,苹果出货量同比跌幅,更是高达40.5%,为前五品牌当中表现最差的。 这或许也导致了苹果延后M3晶片的量产。 法人认为,苹果一定是台积电300米首发客户。 一旦M3晶片推出时间延后,苹果首款大量导入台积电300米生产的晶片, 恐怕将会是下半年将发表的iPhone 15系列高阶机型所搭载的A17系列处理器。 此前还有消息称,苹果已经取得了台积电N3工艺100%的产能。 业界普遍预料,苹果iPhone 15 Pro与Pro Max所用的A17仿生晶片会采用台积电的3nm技术。 据称3nm技术比4nm的能效提高了35%。 4nm用于制造iPhone 14 Pro和Pro Max的A16仿生晶片。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还在今年1月的法说会上也曾表示, 3nm将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大幅贡献营收, 在来自高效能运算及智慧型手机客户应用驱动下。 2023年目标达全产能生产。 另外,属于3nm家族的N3e制程也将于今年下半年量产。 但现在看来,3nm工艺的普及面临着不小的尴尬,当市场需求不忘。 没有新厂家新需求加入时,即便厂家将晶片迁移到更先进的3nm工艺时, 那么现有的5nm系列工艺就会出现产能必用率不足的问题。 这让3nm工艺更像是欺商权,想要发展,打击的首先是台积电自家的5nm工艺。 因此,台积电也要仔细考虑3nm工艺对其他产品线造成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台积电或常用更稳妥的办法, 即3nm工艺保持小规模量产,并采用持续的工艺改进, 等待下一波晶片代工热潮的来临和工艺彻底成熟后,再扩大产能,提高产量。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